你好 欢迎收看2月15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夏秋竹 今天新闻一开始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每年的2月21号是世界母语日 而为了宣导大家对母语的重视呢 上午在桥头文创园区 就有一场相当热闹的庆祝活动 不只有象征族群融合大合唱 同时还有十股集乐团非常精彩的演出 而市长陈觉表示 市府非常重视本土教育及课程 也期许每个族群在高雄这块土地的传承 都能展现多元文化尊重的特色 来自闽克 越南以及布农等各个族群的大小朋友 齐聚在一起合唱歌曲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歌声 象征着这场活动的意义 那就是对世界上各种母语的重视 而紧接着享誉国际的十股集乐团 那张力十足的肢体语言和纯熟的古迹表演 更是让人感受到发扬本土文化的意义非凡 上午在桥头文创园区所举行的 这场宣扬世界母语日的庆祝活动 不只有来自各级学校学生代表不同族群的精彩演出 同时还举办了许多闯关活动 而与会的共识 大家长陈菊则强调 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小孩 都有权利学习自己的母语 即便是外籍配偶的小孩也不例外 高雄市每一个市民 不管他是哪一个族群 他都有权利学习 他阿嬷的每一个外籍配合的孩子 会讲自己的母语 这是一种台湾增加语言的能力 由于这场活动 共识共是预算被统胜57亿后市长陈菊 所出席的第一个活动 现场也有民众献化为陈菊加油打气 而陈菊则是对来自各界的关心表达感谢 同时也不忘带领不同族群的小孩 宣读幸福祝高雄的语言 港东新闻洪富人夏秋卒采访报导